或许爱情呢就是一杯温度刚刚好的茶 不会太烫也不会太凉 握起来刚好就是手心的温度 而今天呢也刚好又有两位女嘉宾 要来到我们非常完美的舞台 会不会刚好开启一段浪漫的爱情之旅呢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场爱之旅依然要感谢我们情感老师的陪伴 欢迎两位苏老师何老师 刚才您主说要刚刚好 我觉得除了刚刚好 还要足够努力 刚刚好加足够努力才会有真爱 哇哦这个董事大家要记住了 我觉得爱情就像一口茶 先苦后干 尝遍了爱情的所有的苦 才能明白后来的甘甜到底有多么幸福 也希望每一个嘉宾都能体会到茶 这口甘苦吧 最重要的是要同甘共苦 现在呢我们两位女嘉宾 依然已经在心动间准备好了 他们依然会共同决定一道考题 接下来一家宾请选择话题 选二吧 亲爱的这号你放这号我看哦 然后在这边放一个蓝牙音响 那边放一个香薰鸡再咬一条你喜欢的狗狗 然后你坐在这吃西瓜哇 你不吃 这书的房子干嘛这么一个 这书的房子干嘛这么一个 最后画面中的这位男生给我们很好的演示了什么叫做摸不着头脑 对就我个人觉得的话租房的话就不会影响幸福感的 比如我现在在广州嘛可能我待了一段时间 开心这是广州的我想去上海啊去杭州啊 没有的话就感觉会自由一点吧 房子这些就不重要就觉得和谁在一起会影响幸福感 一定要有一个房子 你看他跟我们本人是一样的看到没有 一定是没有亲身体验过寄人篱下的感觉 你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的时候 人家看你的眼光就不一样 男孩子如果在基础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 还是应该先奋斗 伙众放在视野上 曾经有个女孩问我的一个问题 面包和爱情你选择哪一个 当时我非常天真 我非常向往了爱情 她选了面包 到后来后我经历了社会 我发现这样的穷开心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子豪说的挺对的 我在上大学之前啊 我家一直都是租房子住的 我父母是分开的 各自有各自的家庭 所以说我挣到的第一笔钱呢 我先买了一个 给妈妈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就是给妈妈有一个住的地方 有一个家 没有房子的时候 女生都会说没有关系 你有没有房子 我们一起奋斗就好了 女生可以撒这样一个善意的谎言 男生不能自己骗自己啊 一个房子是一个家的一个基础吧 我以前有个女朋友 然后她妈妈跟我说 如果说你想娶我女儿 只有一个要求 你要在我的家 就是她的家里 因为我们是一连 然后要买一套房子 我那时候就说 你给我点时间 我答应她吧 我说你给我点时间 我去北京 我去奋斗 给我几年时间 我来买一套房子 但是呢 现实给我 横横给我打了一巴掌 就选定房子 开始准备再拿 安定的时候 然后我女朋友 找到了一个就是 她的同事 就是他们俩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觉得 男人也要一样 事业为主 基础是男人的负担 就是男人也要有这个责任 租房子 不会影响幸福感吧 因为现在大多数年轻人 还是没有自己的房子嘛 一般都是租房啊 对 对 所以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幸福 我觉得去哪里都 都不会缺失这种感觉吧 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不知道听完了 我们现场男嘉宾的答案 我们的女嘉宾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两位女嘉宾 请选择 你的心动男嘉宾 我之前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蔡子豪人挺够的 所以我选了她 本来有一个心动男好的 但是呢 她这一次呢 并没有来到现场 所以说呢 我想要再多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现场的男嘉宾 好 现在我们的女嘉宾已经选择出了自己的心动男嘉宾 有请女嘉宾出场 本节目标 本节目标由专注宝宝 强调健康的 菲花洋海粉 与嘉宾您做出 欢迎两位 哇 这边的扮相从背景看来很特别哦 新鲜的 蓝色香蕾杯的女生 关于租房会不会影响幸福感的这个问题 你个人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觉得不会影响我的幸福感 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呢 我就租了一个毛胚房 我去建材市场买了一桶乳胶器 自己刷到半夜 哇 自己来装修自己的租房是吗 我觉得挺厉害的 代表她很认真的去生活 以后我可以转了 还是可以修许了 哎呦 我这个会影响幸福感 租房是没有话语权的 突然房东跟你说 我要涨价 你租还是不租 实际上呢 我在深圳自己是已经买过房的 那可能我的男朋友呢 他可能是没有房 那ok 我可能会跟他讲 你可以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呀 但如果说他太介意了 我会告诉他 我可以搬出去跟你一起租房 好 玩心动呢 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 恰巧这个女孩 然后我也很喜欢的话 就是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还挺风趣的 挺有意思的 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解 那么接下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他们 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十个关键词 两分钟的时间交给你们 我想问一下十二个小时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十点钟 我突然想去一个地方旅游 第二天早上十点之前 我可能就已经到了目的地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来不及收拾东西 我会直接在当地买 你会把你男朋友忘了吗 所以我这不是过来找我的男朋友吗 我想问一下十八个小时 就每天睡觉六个小时 十八个小时呢 都分布给了工作 学习 健身 还有弹吉他 我其实正好跟你互补 我十八个小时都在睡觉 六个小时都在我工作 优秀 优秀 时间到 我们的男嘉宾马上就要做 今天的第一次选择了 喜欢谁就去到哪个阵营 在这之前女嘉宾还有话要说 每个人她出现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里 她就像一份礼物一样特别 那么我能够成为你的礼物吗 如果说把每一位女性都形容成 一瓶酒的话 那你愿意打开我这瓶酒 闻伤十女人吗 哇哇哦 哦 现在是 有一边的阵营大比例的再往另外一边跑 出现了现场 绝移不够 分歧两个人马上要踏下去 来来来来 来来 接下来就有请女嘉宾正式登场 本集面由赶走问题机的国本生意国 特约多金 大家好 我叫阎宝 现在工作地方在深圳 我的职业是汉服装造师 汉服装造师 今天都是自己装扮的吗 对我今天这个头发是我自己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我今天爱了爱了 完全不一样的类型 对不对 哈喽大家好 我叫思远Scarlett 然后呢我来自深圳 但是我不是深圳本地人 然后呢我现在是在自媒体领域 做一个葡萄酒跟烈酒的品酒 是Wine Spirit Taster 非常开心认识大家 我的声音好好听啊 好有意义 我见过很多女孩穿她的服 但是最美的就是她 今天我看到她了 我心里面特别的紧张 太美了 我说这不公平了 我说我穿太随意了 自信一点 OK 好 这个难嘛 我如果平时出去玩 想做这个发型 难吗 就所以说我今天来到 我们这个非常完美这个节目呢 我是有准备的 我想请场上的三位男嘉宾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我们就抽签 凭天意 2号 5号 6号 真的是谁先抽的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会 为什么 给她打 蝴蝶结是怎么回事 给她 编起来 哦 她已经开始头部按摩了 哈哈 哈哈 韦伯 韦伯你在干嘛 对不对 韦伯那个还是眼罩 你让人家的眼睛情何以堪啊 你眼睛啊 没看 哈哈哈 这是麻烦变的 不断不绝了 OK 打结了 打结了 一天到 接下来我们来解开一下 韦伯的世界未解之谜啊 这叫爱情蒙蔽的双眼 哈哈 我知道韦伯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为什么 因为真正好的女孩不一定是用眼睛看的 是用心感受的 耶 哇 三分钟加了一个马尾 哈哈哈 其实是我给她加的 我觉得她太素了 太简单了 这挺好看的 有点青之笔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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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就想跟她开个玩笑 我也觉得很惊讶很惊喜 她会不会也对我感兴趣呢 四品都被你带头上了 我喜欢任何美好的事物 包括五颜六色的 前面领界搭配一下 有有点感觉 有点感觉 我想到了一句话 什么话 地主家是真有余粮啊 啊 我当时在那个模特儿脖子前面打了一个领结 吸引一下她的注意 如果非让我选一位出来的话呢 我 会选择 你 你 啊真的吗 是一个蝴蝶结仪式奖励 哇 难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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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还是谁比较好看 嗯 哎 还记得这条诗带哦 再拿回来我怎么还在记到你的手上 太多不堪思议 一直都乐的图皮 把心态好放弃 如果要是你 她的女孩的关键是 做红酒的好声音吉他 然后光脚 哦 就很有画面感 嗯 感觉都 有那味儿的 带入来的 嗯 想给你说一下 关于音乐 音乐 音乐 就想唱两句吗 对因为本身以前呢 拿过广东神 大学生流行音乐歌唱大赛的一等奖 哦 然后后面又参加了 哇 你好厉害 谢谢 谢谢大家 后面去了深圳 进入社会了 然后就参加了深圳的一个流行音乐大赛 也拿了冠军 哦 哦 哦 是名副实实的好声音 既然今天好声音来到了非常完美 应该给我们来完美的一嗓子唱一个 好不好 我觉得一个人太心甘了 我唱 跟大家一起 好呀 那你选择 选择六号吧 选择十一号 然后再选择八号 汉林 加入一个 西口 嘿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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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yeah Hey yeah Say hey 我沒解嘿好不好 What's going on Hey Say hey And I say Hey yeah I say Hey yeah Say hey Say hey What's going on Oh My God 你是原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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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就好了 謝謝思源 把我們感覺帶到了這個演唱會的現場 小型的live show 非常的放鬆也非常的自如啊 我記得言保剛剛你的關鍵只有一個是大城市 因为我大学毕了业以后 我就是直接在大城市找了一份工作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 因为我父母常常都在外面做生意 我除了中饭跟晚饭 是在我外婆家吃之外 我晚上都是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自己住 然后给自己订个闹钟 第二天自己起来去上学 你这么小就一个人出来住吗 对 是的 因为小时候可能自己住惯了吧 就觉得出来工作以后 就想回到父母的怀抱 然后我一有空我就抽空回家 一有空我就抽空回家 女嘉宾你从小就自己住 应该会很孤单吧 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 我们来自中国养奶城的贝博养奶粉 鲜养奶两小时成分 更鲜活多种营养你值得拥有哟 可以可以 非常地温馨的一个建议 其实我觉得两位 虽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女生 但是经历是有类似的 因为思远刚刚也是说在深圳嘛 靠自己的打拼 买了房子 可以说是事业有成 正在创业当中 其实我呢 是因为考上体制内的一份工作 所以才来到深圳 然后呢 在深圳在体制内待了很多很多年 然后现在呢 就决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蛮辛苦的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那想家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我现在没有跟爸妈住 爸妈是在老家 他们也不愿意跟我一起住 那他们会阻止你创业吗 我在体制内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想做一点我真的喜欢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然后当时我父母有阻止我 他有阻止我 阻止了一年 整整一年 然后我爸说 你仔细思考一下 如果说你最后的选择 是放弃这个铁饭碗的工作 那我们也支持你 所以我最后一年过后 我放弃了 我告诉我爸妈放弃了 我爸妈也希望我能 找一个能铁饭碗一样的工作 安安稳稳地过这一生 但是我 我想我的人生 不应该那么简单 我觉得人活到这世上 就是为快乐 走那么一遭 是的 是的 为你点个赞 但是快乐还是需要勇气 跟责任心的 我觉得我的经历 好像跟它也是有点像 就是我以前在香港一家 不错的大学里面念书 但是我是自己会做一些 Life House Show 然后租画廊 然后愿意来看的人 就是成本价格的那种门票 给他们一人三十块钱这样子 后来我就有一个机会 在上海 就是别人说 你要不要回来做 表演这一方面的东西 我妈妈呢就是 怎么说也是不同意 但是她希望 她的儿子能追求 她自己的梦想 其实很艰辛 但是我觉得 这些都是值得的 因为我每一天都在进步 每天像我的梦想在靠近 所以我很 是一样的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实是一件 特别幸福的事情 我觉得 对 最重要的我觉得 你是要坚持 因为这是你爱的东西 就好像你爱的人一样的 你有问题了 你是不是要去经营它 要去把它做变得更好 而不是放弃它 对 就好像严宝 你爱的是汉服 爱的是造型 而且严宝也是自己在大城市打拼 我在老家 就是给我妈买了一套房子 给我妈换了一辆车 因为我常年不在县城里面 就是因为比较适合养老嘛 然后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大城市 因为我觉得在大城市里面生活会 人会比较有奋斗心 因为我觉得 别做坏 对 我在一个二十多岁的年纪 我选择去小城市 过那种安逸的生活的话 我会觉得虚度光阴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看法 但是你刚刚也说了 还是会很想家 小的时候我是自己住嘛 然后他们对我的喜好 还停留在我小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每次抽空回家 我的那个冰箱里面 塞满的全都是我以前爱吃的水果 就比如说我以前喜欢吃草莓 结果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喜欢吃草莓了 我喜欢吃樱桃 然后它永远都是草莓 或者是我喜欢吃的巧克力是德福 以前小的时候 但是我现在已经吃市地价了 因为我早上来不及吃饭 我会滴血糖 更离谱的事情就是粉红色 不是女孩子都很喜欢的吗 对呀 粉粉色 对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粉色 所以我的房间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粉色的 我也没有跟我的父母说 其实我已经不穿粉色的衣服 不用粉色的东西很多年了 我为什么没有去跟他们讲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想 我的父母对我的爱 还停留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不想改变这种现状 所以我也不会去说 就想保留小时候的那一份幸福感吧 同时我也觉得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 一个人在深圳打拼 然后挺努力的 这两位明显都是非常懂事的小孩 很早很早就自己扛起了自己生活的担子 甚至是家庭的担子 那刚刚我们聊到思远是为了酒而出走 这个酒是怎么吸引你的呢 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每年都会拿到奖学金 然后呢我就会喜欢买一些酒 我就会发现 哎 这个酒怎么味道不一样呢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当你喝到一款好酒的时候 就好像找到那个契合灵魂的那个另一半一样 你会觉得 哇 你会感动到哭 今天专门还带了六瓶酒 然后呢想跟大家玩一个游戏 然后每一瓶酒呢就代表不同的男生 大家觉得最像哪一个男生 然后那个男生呢就把那个酒杯拿走 然后自己下去瓶一瓶 好 先给大家推荐这款酒吧 我现在到的这款酒呢 它的葡萄品种叫做玫瑰菲 因为它有非常香的玫瑰花瓣的味道 然后自在香气 自在妖娆 就形容成现场的男生就是 生下来长得很帅 生下来长得很好看那种感觉 拿你了 是你上呗 我看得到蔡子豪拍了拍鱼韦伯 不是 我想吧 自己上 自己上 所以第一杯酒就是长得帅是吗 他生下来长得要 对 就是自带妖娆 自带妖娆 自带妖娆 然后推荐第二杯酒 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瓶白葡萄酒 我把它形容成为一个绅士 就是最具潜力 最具投资价值的一个白葡萄品种 叫做阿斯提克 这个年份真的太难找到 我自己就想喝了 好吧 哇 你们看 你们放站起来有啥用 你们都自卷了 人家弘飞直接上来了 那陈妖娆我就很激动 因为作为创业者 我觉得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啥子吧 这款呢是一个 狮子雪 一句话形容男生形容这瓶酒 就是霸道总裁小王狗 大王狗 会上下大王狗的感觉 谁是大王狗 霸道总裁的 这瓶子也是 这个品种是我很喜欢的 一个普刀品种 然后就要做黑喜诺 Cinemarvel 也是希腊的酒王 他有点傲娇 傲娇 这样的双业副的感觉 很害你 就走了 摇晃的空酒杯啊 摇晃的空酒杯啊 最本乡染的鲜血啊 OK 好厉害 谢谢思远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酒的科普啊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如果未成年人千万不能喝酒 就算喜欢喝酒的朋友 也不要贪杯哦 女生是一个很独立 然后很自主 然后很孝顺 然后也很有这个 事业心的一个性格是吧 但我想问一下 就你在爱情当中 也是这样的吗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还是像有人疼 有人爱的 然后给你举个小例子吧 就是我的前男友 我们都喜欢健身 我们也都喜欢跑马拉松 我陪他去了两次 国际马拉松赛事 然后呢 每一次他从来都不等我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 在后面憨憨的跑 然后他从来都不等我 永远都是 一下子就不见踪影了 我以前不会等 但我现在我觉得 会 因为以前我也是钢铁直男 就是我认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顾全大局 但我现在觉得 好像你顾全大局也没什么用 你在别人的心中 重要也不如在女朋友心中 重要来得更好 好甜蜜 我和韦伯居然焦凶了 太太意外了 韦伯居我的观点还蛮契合 跟我想的东西还蛮契合的 他叫他去的话肯定是就是兴趣爱好嘛 就如果我真的认真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就我不会去带女朋友去 因为他去的话我会分心 我应该要照顾到他 这样子 这样子 你可以让你的前男友跟马拉松谈恋爱 他去参加马拉松 是他叫的你 还是你主动跟他去的 不 我们俩都喜欢健身 都喜欢跑步 我们都有一个目标说 能够跑完全球六大满贯 那就好了 那既然都有目标 那我们就为目标奋斗啊 你管他等不等你干嘛呀 对不对 没有介意啊 对 所以说没有介意 所以说我跟你说你这边 从你刚上来的时候 换这座位不是没有原因的 从你在里边的时候 看你的动作特别的 特别的就是自然 就是能够要得很来的一个女嘉宾 真的 心动了 谢谢 13号男嘉宾李孟然是吧 知道你单身的原因吗 你太刚了 这只是我不和你在一起的原因 不是我单身的原因 有一句古话叫做 千万不要跟女人去讲道理 也不要跟女人去嘲笑 就算你是对的 但是你只要一跟他讲道理 你就是错的 下线了 下线下线啊 下线下线 我想问二号刘震汉 比如说你谈了一个女朋友 但是呢你跟你女朋友吵架了 这个时候呢 你知道你的女朋友 一个玩得很好的闺蜜 你会去找你女朋友的闺蜜 跟她商量怎么去哄你的女朋友吗 我前几段恋情当中 每次吵架 我自己告诉自己 我从来不会去找她的朋友闺蜜 让她去调节我们的关系 因为两个人出现矛盾 一定要及时沟通 有什么事情咱们解决 说开 但不要去找共同的朋友去解决 在我自己身上 曾经发生了一些很狗血的事情 就是我一个 相处了大概有四五年的 很要好的闺蜜 她跟她对象 吵架以后 她对象跑过来找我 就是想让我在她面前 说说好话 喝好以后 我的那个闺蜜 看见我有她男朋友的微信 她就心里面就觉得 不是滋味了 她觉得我有一点背叛她 你当时加了微信以后 并不告诉你的 对 我也没有说 我给忘了 然后我后面解释 没有用 别人都已经不相信我了 我可能不会 我以前的朋友 都是知道互相的 那有一个情况 就是比如说我们吵架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吵架之后 肯定就不想见到你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出去了 电话也打不通 晚上也不回来 那你去哪里了 我去哪里找你 那我可能想到 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嘛 那肯定要有一个 区别的关系 肯定要有一个联系人 对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人 是需要理智 站在中间的这个立场 去说事的 对 就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就有的时候分人分事 你要去考虑 你这个朋友 是不是为你好出发点 对吧 要不然为什么有娘家人 跟这个婆家人呢 对吧 一定是不一样的嘛 那你俩好了 然后你就过河拆桥 这不是出卖朋友吗 所以我动枪请多次的 你就被人误会啊 然后要不然就是别人 哭着 大半夜给我打电话 烟宝我好惨啊 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他不要我了 怎么怎么 就哭得稀里哗哗的 然后我就劝了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了 什么什么 我保护你 什么怎么样 结果呢 第二天他们俩和好了 刚才不是吃饭 你们什么朋友啊 感尴尬了 所以导致于后面我交朋友 别人两口子吵架 或者怎么样 我从来不掺和 好心事举变成了无心之过 对 我感觉你咱们是个感爱 感恨的了吗 我不知道你在感情中 是这样子的吗 我在感情里面 也是一个很果断的人 就是比如说分手这件事情 我不会分完手以后 还跟前男友任何的联系 就是你说分手之后就分手了 对 我说分手就分手 没有任何的机会 因为我是一个做事 从来不会后悔的人 我从小到大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没有后悔过 很果断 那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一般来说 你的几段恋情里是 你说分手多 还是对方说分手 我说分手多 那有没有对方说分手 但是你还没有放下的时候 没有 心爱的两个人 就因为一点误会 就是分手了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不是一点误会 是我考虑再三以后 才做出的决定 感情这种东西 也是要靠缘分的嘛 你两个人在一起以后 可能会因为小事情吵架 最后你分手的原因 肯定不是因为这件小事 几分制 几分制 我不这么认为 两个人之间 不管是夫妻也好 还是男女朋友之间也好 都要磨合呀 你不磨合 你怎么 就像车一样的 越磨合才会越顺滑呀 不是这样子 跟以前的前任 我们都是天蝎族 我们都是A型学 我们的生日都是接近的 我们的甚至 连电话号码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的性格特别相似 就是因为太相似了 经常吵架 一吵架就会很生气 很生气 就很火 然后就是分手吧 那我就说我会说分手 分手了 然后我也不想看到她 她也不想看到我 然后就这么过了 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说半个月 然后大家都平静下来了 觉得其实就是气化 所以她会过来找到我 所以我觉得 冷静下来了之后 你会发现 她的底线在哪里 不会说说分手就分手 但是我们最后一次 分手的时候 特别的平静 就是她请我吃了一顿日料 然后我们在举杯的时候 她说我们分手吧 她给我说的 我没有问原因 因为我也知道原因 然后我就说好吧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都哭了 就真的没办法走在一起 所以就从那天晚上之后 虽然我很难过 但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很难过 我喝完了那一整瓶威士忌 然后我们从那天以后 再也没有联系 就祝福她吧 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也是一个很清醒的头脑 活得太明白了 我定睛一看 是这边人比较多 所以悄悄化的行驶特权 就落到了寺院手上 我听視野不想要什么 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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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閨 我没有想到 她最无点懵 她后来有点害羞 有一点懵懵的 可爱的感觉 跟她在一起应该很好玩 应该生活很有乐趣 我觉得有点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她 有一点小紧张 有不知所措的样子 接下来的选择权 落回到了我们两位女生手中 你们可以选择去到心动间 大胆向爱的男生告白 但是这样就意味着 不再有人 有任何权利向你们告白 你们可以选择 回到我们的相遇杯 去等待一场相遇 但是这样就不再有机会 可以向任何人告白 如果没有人向你们告白 就要遗憾离开 请做出选择 本节目由民族带餐唱导品牌 百一年代餐奶昔指定播出 这品都被你带头上了 我想到了一句话 什么话 地主家是真有余粮啊 啊 你在别人的心中 重要也不如在女朋友心中 重要 来得多好 好 sweet 主持人我想 我想说几句话好吗 说几句话好吗 我能站在那个男生面前说吗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表白而已 你选择跳过我们这个环节 直接上前表白是吗 对可以 就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勇气吧 人生第一次给男生表白 加油 女人生第一次给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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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有点紧张 其实我心里面的情绪是蛮复杂的 我觉得既然这一次机会 让自己勇敢一点 让他知道我现在的一些心里的真实想法 我想再用酒来形容一下 形容一下你 然后也给你一杯酒来形容一下我自己 行吗 这两杯酒呢 一个代表我 一个代表你 所以呢 我想请你喝一个代表我的酒 你是一个比较有层次 然后比较思路清晰 并且很有内涵的一个女人 谢谢 我觉得用有层次来评价一个女人 是在我的世界里最高级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很荣幸 我觉得他喝懂了这一杯酒 只有一瓶好酒 就是能够经历岁月的沉淀跟洗礼 然后能能绽放出来更多味道的酒 才能叫做好酒 然后这瓶酒我选的是你 就是那个黑喜诺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特别傲 除了有那种霸气的感觉 我还觉得你有傲气 但是随着就是这个节目的生日 然后我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你情感上面细腻的一面 我觉得你是很好的一个男孩子 从一开始说那个租房的那个观点 我就非常的赞同 我觉得咱俩就是价值观还挺相似的 所以我就对你挺感兴趣的 所以呢 我还蛮心动的 其实我觉得 我其实是很惊慌的 你在给我挑挑话的时候 我是挺错愕的 我觉得 你正常来讲应该不会选我 你说的我的霸气和我的傲娇 其实 傲娇是我的自信 霸气可能是我的风格 我的世界是复杂的 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很难定义一个人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对我的评价 其实我都觉得蛮不错的 都比那个有趣好一点 我觉得 对 但我觉得 人不轻狂往少年 我从不后悔 过来 对于我轻狂的少年 和对事情的态度 我们干个杯说一声 因为最好是希腊酒 我们就说一声Yamas好不好 Yamas就代表干杯的音乐 好 Yamas Yamas 真的好好喝 真的好像你 其实我在选择心动男生的时候 我并没有选择任何一个男生 因为本身呢 在来之前呢 就已经看到有个男生 然后很喜欢 很想选择他 但是很可惜他 这一次他来不了 我觉得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就想要看一下 我有没有缘分 然后呢 能不能找到 就是契合灵魂的那个他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那如果说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 能够选择你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 有点梦 他好像选择了我 又没有选择我 我就心里挺复杂的 我觉得 那其实我心里面的情绪是蛮复杂的 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想清楚 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 披滴一道曙光才牵挂 被破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 更坚持微笑要暖的 像太阳 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 你能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 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 能挥扬起头部 我们需要时间去了解 所以呢 我就没有太冒冒然的跟他讲 希望会有一些惊喜的碰撞 思远 我尊重你的想法 然后很开心的是 有些爱情可能像白酒 喝了特别上头 但有些酒可能就像啤酒一样 泡沫比较多 但我特别相信思远想找的爱情 就像红酒一样 慢慢地微醺 但是回味悠长 这是把爱情当作酒的女孩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热爱古装 热爱汉服的我们的盐宝 把选择和决定的权利 交给了可能会喜欢他的人 所以接下来 喜欢盐宝的男嘉宾 是你们行动的时候了 加油 加油 一家新泡鸭掌酸辣开胃 让您生活更美味 本节目由一家新师傅 请播出 一家冰 你转身 我觉得挺惊喜的吧 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告白 道具老师可以拿把椅子吗 你坐到这边吗 你给我搬椅子干嘛 我看他站蛮久也挺累的了 但是到后面告白的时候 我就想着要一把衣地让他舒服地坐下吧 我觉得他真的特别的贴心 因为我在台上站了很久 虽然我没有穿高跟鞋 但是也挺累的 还记得你这条丝带吗 呃 我 给了 记一个蝴蝶姐仪式奖励 刚开始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对 你记给了别的男嘉宾 然后现在拿回来 我想把他戴这套你的手 哇 我把这个丝带 当时从水盆飞的手里拿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给他系上 然后不想让他把这个袋子 系到别的男嘉宾的身上 然后还有一件礼物 我发现你头发上少点东西 哇 一天我的天 是受到你的指令 连指令触摸不停 他过来把发髒插在我的头上 我当时就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因为发髒在古时候是进行戏舞 当时看到他出来的亮相 包括他整体的造型 然后就让我想到了这个配饰 当时就想把它给他戴上去 你有讲到你的家庭 我也跟你类似的经历吧 我是初中毕业以后 然后就自己去北京去打拼 然后自己上学 自己工作 所以刚才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其实挺有感触的 就一个人在外面 其实也挺不容易吧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就我妈自己带我长大 因为我妈是做财分的小时候 我从幼儿园开始到初中 基本上每年的所有的衣服 都是他自己亲手帮我去 用那个缝纫机去缝 就是一直到这么大 每年过年他都会 从头到脚给我准备一身衣服 跟你一样 回去也不愿意跟他们说出 说现在我们喜欢什么 我们的品味 我们的风格是什么 但是看到他们脸上的那种笑容 就会觉得很欣慰吧 对 然后觉得这一点跟你还蛮像的 然后现在我想送一首歌吧 可以借你的手 陪着你走 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 不需要有太多理由 一直这样陪着你走 走到尽头陪着你走 就像现在这样陪着你走 不需要有太多理由 一直这样陪着你走 绝不会逃 一个人来到你的生命里 他就像礼物一样 所以你准备好了接受我这份礼物吗 哎呀我可太开心了 我突然想起来 今天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的刚刚好 真的是一场刚刚好的爱情 对 你问我为什么喜欢你 我不知道就是喜欢你 你问我我喜欢你哪里 我不知道我就是喜欢你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希望你们两个可以手牵着手 一起出见你们的爱潮 加油 我真的觉得好神奇你知道吗 因为我会完全不会把他们两个人 再往一块想 因为一个是特别嘻哈 一个是特别古典 所以你看这个爱情多么不可琢磨 也许你从来不考虑的那个情 没准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所以大家一定要敢于尝试啊 对啊 所以爱情就这样悄然发生了 真好 刚刚好 祝福你们 双喜从往迅速之门 未来的每一天都要非常完美啊 大家好我们去哪儿 吃饭去呗 想去哪儿吃 我都行 Let's go 走 你的名字是我这辈子读过最短的诗 你的出现是我这辈子收过最好的礼物 这就是我想象中非常完美的事情 感谢您收看贵州卫视非常完美 下周再见 来 来 来 Peders 你让我感到和你非常完美 你让我感到和你非常完美 想和你烘焙甜蜜蜜大体 温暖你的味 和你开着刀缝 一路指向背 用愛長想青春